北農之後首都又出現群聚 殼皮自爆牙醫診所 三人確診 一名在信義區工作的牙醫師 居住地點在松山區跨區工作 5月24號接種第一劑AZ疫苗 6月8號出現症狀 14號醫院快篩卻是陰性 但因為症狀沒有改善 再做PCR結果確診 員工16人變換130人 全部居家隔離 除了牙醫師之外 還有兩名員工也確定染疫 打疫苗沒有保證你會感染 特別在14天內 因為抗理出現要10到14天 其實大概14天內被感染 到底第14天已經症狀出現 雙北沦為疫情重災區 綠軍狂轟台北每做精準 易到柯文哲返 返向快給我疫苗 瞎扯再多都沒用 不用啦 政治上我們要解讀 匡列隔離分流 這我們都知道 其實講到最後你知道 疫苗不解決 我們就是每天 每天記者會都要開 實在是 其實疫苗打完 大家就不用開記者會了 柯文哲還滾酸 表面上都說中央地方密切隔錯 但回過頭卻狂捅刀 就因為綠軍有網軍撐腰 處理完專業你知道 就出了房間你知道 那網軍撤腰 不是照樣修理我 那也沒辦法 那個反正 台灣目前的政治 情況就是這樣 因為這個有效 這種做梗圖 做網軍還是有效 所以 那這是台灣 目前政治的現況 所以就算了 雙北防疫被硬推上前線 背後政治角力激烈程度 堪比疫情血腥 解采烈會黃一駿 SNG小組 台北車房報道